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居住的这个小区里有个姓刘的中学体育老师 他和我闲彻 时讲了件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事件 学校里每年都要选派一定数量身体素质好的学生运动员 由他亲自训练 一是参加距离组织的各项体育比赛 二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重点培养他们入考国家体育院校 集训队里有个姓王的女生 由于经常超时训练物过饭点 都由他父亲从家里给他送饭 一来二去 王老头和这位刘老师成了好朋友 这位女生高三那年 他父亲突患癌症 治疗无效驾客吸取 火化后 骨灰和零食放置在当地一个专门存放点 之后不久一天晚上 老刘突然做了个梦 王老头欲远忧郁地来到他的床边 拜托他刘老师转告他老王的家人 他在那边很冷 他以前穿过的一件黑皮大衣 放在以前床下的一个纸箱子里 叫家人给他送过去 老刘醒来后对这个梦非常奇怪 第二天到校后赶紧把这个女生叫过来 把他昨晚做的梦告诉了他 女孩听后一脸惊恶 第一 骨灰存放点坐南朝北 他父亲的骨灰盒放在存放点 最外边一排的架子上 冬天的西北风很容易通过门缝 那是个简易门 吹到这个位置 第二 他父亲确实有这么一件黑皮大衣 确实是放在生前床下的纸箱子里 还没来得及处理 如果没人说 像刘老师这么个外人 是根本不会知道这些细节的 女孩赶紧回家和家人说了这事 家人也觉得十分惊骇和不可思议 赶紧叫了几个人到骨灰存放点 把老头的骨灰盒周围加上泄棉垫子 自费将存放点的门缝给处理了一下 将他生前穿的那剑皮大衣在门口给烧了 当天晚上老头又在梦里向刘老师表示感谢 并说现在已经很舒适了 刘老师之前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者 这件事他觉得太不可思议 后来他向稍微懂行的人咨询了一下 人家分析说 一个人在某些特定时期 身上火力较弱 确实会遇到这种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老王不像自己家人托梦 而是只像一个普通朋友相托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